带某可爱的龙玩偶,招财纳福的龙年对联,寓意吉祥的龙游票,随着龙历龙年青春的脚步越来越近,成都的年味也越来越浓 连日来,记者发现,以龙为设计元素的商品,在成都各大消费市场纷纷亮相,深受市民欢迎 披上龙衣的商品,成为新一年的潮流品,不断拉动龙经济 成都邮政雄毛邮局工作人员王江明告诉记者,在甲城龙年来临之际,该邮局以中国生乡文化结合天府人文美学为主题,打造了一本属运人节纪念邮册 我们有一款产品叫做中邮印龙,它里面有一个数字藏品,就是扫码之后可以获得一个数字藏品卡,有机会领取精美的礼品 比如说我们的大小版龙年的邮票,中邮印龙呢,它是一个几张戳,然后会赠送六张几戳卡 一共有26套印章,然后大家可以亲手盖出快约36年的龙的邮票的图案 定居成都的福建文创设计师许长松,专程前往成都邮政雄毛邮局选购龙年邮票与印章 他手中的盖章护照已盖了不少龙元素印章 十二生肖里面的龙应该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中华图腾 然后今年刚好又是甲子年,就是甲成龙年 然后就是古话所买60亿甲子,然后整体的预意都比较好 然后从现在出张到银行也在发那个龙票 我个人都在收集这一块 所以说这一块是我个人,在我个人的情况下是 青蛙里面是比较喜欢龙这一块的,有寓意的东西是这一块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,也是维系全球华侨华人的精神纽带 随着2024农历新春宁静,中国生肖经济呈现一片龙腾虎叶之势 与成都油镇熊猫油局相隔数公里的成都荷花池市场,含龙量同样大幅上升 作为中国西部最大的综合性批发市场之一 成都荷花池市场外的街道两侧已变成了红色年货海洋 火红的生肖经济还点燃了餐饮市场 小龙坎成都春西太古里店店长王平介绍 最近该店的客流量持续增加,中午12时以后就需要排队 一周以后的年夜饭预定量甚至超过了50% 24年又是龙年,也就是说我们在全球范围里做了一个一校的一个活动 那么龙年的第一顿火锅就在小龙敢吃 为此品牌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个准备,匹配了很多大型的一个活动 比如我们这个龙年现地的周边的一个大礼包,然后写龙符,摸龙臂,抽龙签等一系列的一个活动 在网络社交平台与电商平台,龙热度也毫不逊色 某书推出2024龙东腔年未复兴计划 将联合社区力量共同发动全战巡龙,讨论年未复兴 2024龙年文创一度登顶某宝热搜榜单第一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王一表示 中国生肖经济如火如荼的背后 是基于生肖的文创和品牌营销与现代国潮消费趋势相结合 通过创新融入多样化的文化元素,打破传统边界而激发的经济活力 生肖文化升值于中国传统 已经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界限的强大文化和经济符号 不仅是群体文化认同的象征,也是品牌差异化和市场营销的重要工具 生肖经济的活力和持续需要创新思维和实践 构建以生肖元素为核心的多元复合文化符号谱系 将传统生肖元素与现代设计相结合 找准契合时代精神气质的锚点 以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涵养经济活力